是學霸最多的高中 他們全都太厲害了 都是優秀的 天不太厲害了 沒力氣不太厲害了 高中女生的制服是傲矮嗎 Binso 各位 我是Betty 好喜歡喔 上次我們已經帶大家去看過越南的孫德勝大學了 那今天呢我們就來看看 胡志明市最有名的高中 學霸最多的高中 就是Betty Sui 小幫手 設計妹妹 都是從這一間高中畢業的 他也是整個胡志明市 升學率數一數二的高中 今天剛好是他們的家長會 小幫手代替他媽媽來參加他妹妹的家長會 所以我們今天就跟著他來看一下 越南的高中長什麼樣子吧 這是我們小幫手的妹妹 她叫做 Jessica 她今天來帶我們參觀她的學校 另外還要說她的中文是自己學的 非常非常的厲害 已經都可以對達如流了 超強的 喔 這邊有那個賣麵包什麼的 對 很多 零食 就是一個小賣部 有賣佛啊 飯啊 很多 麵 我們還有賣茶和蛇 冰淇淋 那你都自己帶飯還是在這裡買 有時候自己帶飯 有時候來這裡買的 這樣一份都多少錢啊 就在這裡吃還是要拿去教室吃 可以這裡吃 只有這裡 有人會出去去別的地方去 比如說吃午餐的時候也可以走出去 對 我們吃一個下課 學生可以自由來去 可以出去 下午呢 下午一點就 再回來上課 所以可以休息兩個小時 對對對 那你會出去嗎 我有時候就去 有時候在家裡就 是喔 因為我以前的學校是 不可以出去的 就是比較嚴格的 我們都只能在學校吃 這裡面呢 正在開家長會 這是他們的教室 裡面都有冷氣 還有投影機 所以學校就這樣子 我們看到的這裡 就是你們學校的 全部 對 這麼小 學校這麼小 這都是新的 下面是運動場 但是因為今天停滿摩托車 學生這麼小 這沒有太多的活動空間 對 我們有那個 Basketball Basketball Baseball 我們主要一個王 然後拿來拿去 孩子啊 你說的就是羽毛球 這是小幫手以前的教室 12A12 是有12班的意思嗎 對對對 這麼多 我12年級的時候還有16班 這是大學校耶 這個學校就是以這個名字命名的 那它前面的這條路也是叫裴世春 訂閱一下哦 你剛剛去開的家長會在開什麼 家長會大概都說 同學們的成績 超過一半都是優秀的 加油 加油 他們學的太厲害了 我學不來他們 太厲害了 是哦 台灣的高中是分成一 一二三類組 裴世春高中這邊有六個類組 每個類組有固定三個學科 然後還要再從底下挑出三到五個學科 這部分我沒搞懂了 這是你們剛剛考試的答案 對對 剛剛考試的答案 非常非常 十年級 十年級 以前都有學過 現在都已經不記得 很難 物理 英文 唯一看得懂的是這個英文 英文和語文我分最高的 最高的 最高的 你是文組的 為什麼要貼在這兒 學生會自己來看嗎 對對對 你考試完就可以跑來看 看 我不敢看 我看我的 思綠 最不快了 我也考不了 下一課 這麼刺激 你考完就可以來看 很痛苦我跟你說 我高中也覺得超級痛苦啊 怎麼 物理啊化學 哦 我真的是被打敗 我只喜歡 語文、英文 還有歷史、理理 你比較屬於 背科 就是你很會背東西對不對 對 我真的非常非常怕 那個化學 好像學不學 我學不來 對 真的學不來 學不來 韓語、法語也有 日語 日語 那個是選修課嗎 Random的 Random 一定要學的 一定要學 一個語言 一個在他們當中 我必須學韓語 為什麼 你必須學中文的嗎 學校給他們選的 他們沒法選 不能選 強迫你 不能選 韓語真的非常難 我學不來 想學中文 為什麼不讓你們選 這很不合理啊 他們之前可以選 但是每一個 就是轉課的時候 他們都亂跑 那個老師不能控制他們 所以現在就不能讓他們選 這是剛剛小幫手 在家長會拿到的資料 發現了這居然是補習班的資料 而且這些授課的老師 都還是學校裡面的教師 那這裡有數學 物理 化學 語文 跟英文 課外 就是你需要加強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找他們 就蠻特別的 因為台灣的老師 不會在外面開補習班 他們是公開宣傳 這個就是暑假 先收班的課程 6月15號就開始 這個就是化學老師 上面就還會寫說 他就是鬼鐵孫高中的老師 這是他們的制服 這是女生制服 這是男生制服 那女生是裙子就對了 可以裙子 還有那種裙子 體育服就是那個紅色的那種 紅色黃色還有藍色 高中女生的制服是偶矮嗎 是白色 我之前是禮拜一穿的 你喜歡穿嗎 你喜歡 不喜歡 不喜歡 第一是說 第二是我穿的不好看 要很瘦的人 我也是穿不了那個偶眼 特別特別的時候 你穿的才好看 因為我喜歡那個溫柔的風格 所以我喜歡穿 它的材質很熱對不對 不稀罕的那種 熱是熱的是不會太熱 可是很好看 就是一個特色 你就慢慢慢慢的急 你要是最慢的 達到終點你就贏了 我之前有參加過一場 這是什麼奇怪的比賽 這是什麼奇怪的比賽 很好玩的 你不動你會跌倒啊 對對 但是你不能倒 你也不能把腳翻翻 這是訓練平衡感 但是很容易 很容易倒的 對啊 我第一次聽到這種比賽 我參加的時候 我拿著對方吧 是一名的 是一名的 很好玩 意外發現了一個才能 最慢的腳踏手 笑死我了 然後現在呢 外面在下雨 所以我們就要搭 技術的回家 其實這一所高中呢 就是整個胡志明市的 國中生的 算是第一志願吧 就這個學校它的 升大學的比例也蠻高的 而且都可以考上 蠻不錯的大學 那我們今天呢 就帶大家看了 胡志明市的第一志願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就歡迎點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一期再見囉 拜拜 教授會是幾點開始 教授會是七點半開始的 七點半開始 大概四十五分鐘 就七點半開始 然後八點左右就結束了 天啊你們真的都超早的 上次我們在講大學的時候 還說你們大學的最早一堂課 超傻眼的 台灣的話早上八點的課 就沒什麼人要上了 出席率就是超低的 現在已經八點出頭 家長會已經開完了 很多人要離開了